我们远族在台的当主部长 我们在座有非常多的媒体界的朋友 以及我们远族的同仁 以及米勒大哥的同仁 大家早安大家好 很高兴回到屏东县政府这里 在这个地方坐在县长的旁边 来办这个活动 非常有亲切感 那又为什么 因为县长本身就非常的亲切 民意亲人 然后过去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也曾经有多次的机会 跟县长坐在县长旁边来开会 所以回到米勒县政府 这个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愉快的一个经验 那今天要跟各位报告之说 远族当董事长这边 其实他应该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刚刚县长还没有提到 其实远族总统事长他个人到中国上海去努力了将近20年的时间 那目前在中国上海 特别是在华中的地区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名号出来 他目前大概全华中的地区将近有400个门市点 那这门市点的话除了在做远族的这个产品的行销之外 最重要的他还帮我们的屏东县的水果是最好的行销点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今年的一月之后 我跟本格大的林真信林教授 我们一起去上海 除了去上海这边去跟他 谈到有关于这个台式市民的继续的一个开发行销之外 那刚好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县长 还有我们的农业县的县长 他们都没有时间过去 帮忙做屏东水果的代言人 所以当时那个张董事长的话 也就把我抓上去 在上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百货公司 这个行销屏东的水果 当时我也利用这个机会 把屏东水果的好 还有屏东科技大学的好 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推销 那这边的话 我也要非常感谢张董事长 那么在推销我们屏东的水果 到中国上海这一个努力 那曾经做得非常的好 也用这个机会来 跟我们联系的工作做一个报告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报告 可能刚才现场也有谈到的 其实林科大跟上海远处司令的关系 虽然是隔了一个海峡 可是当公司长本身 他的娘家就住在林科大的校门口 他就是在宾科大的校门口 他在够宾科大 然后宾科大这个府邸 够他就会了 所以他的娘家在宾科大在老邸这个地方 所以跟宾科大在地理上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 那他的职尔 张言雄 张经理 张经理的话跟宾科大 除了这个地理人的关系之外 他也是我们宾科大的校友 他的夫人也是宾科大的校友 更重要的他也曾经是在宾科大 担任我们的教官退休之后 那终于在转到上海远处 去担任这个经理的工作 那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留在台湾 海购 我们屏东最好的水果 外交到中国上海 所以我想有这么多人的关系 宾科大在这个合作的这个意愿上 还有合作的这个内容上的话 其实是强烈的丰富 那我们也愿意在县长的拜议之下 把宾科大的研究的成果 跟研发的这些产品 以及我们屏东县最好的热带水果 都能够借由张海远祖孟国之号 他这个新交的皇典能够在中国 去赚中国人的钱 那赚回来 这个赚的钱也要骂回来